即时新闻综合报道,陈缆国建国造烈雷建案的庆富造船公司因涉嫌向银行炸带被检掉侦办,现在更有周刊爆料,负责烈雷建案的庆富总裁陈契南四子陈伟志涉向银行炸带洗钱至海外,还换开马沙拉蒂超跑。 根据一周刊报道,知情人士爆料陈伟志和韩吉律师合作,涉嫌利用夺监境外公司造假合约,向列雷建连带银行炸带洗钱至海外,做法未透过造假合约,让国内银行汇款1256万美元至AV,再由AC汇款到美国支付856万美元贷款,从中赚取400万美元差价。 坐车更从保时捷,Bernemora换成马沙拉蒂超跑。 报道中提到,陈伟志对烈雷建专案团队员工态度强硬,开会时一个不如意就要对方打包走人。 此外,烈雷建合约中规定,直到在意大利造船厂的首舰烈雷建下水,军方需付4期共107亿元款项,首舰则必须回到台湾专用的造船厂, 才能由美国陆马公司组装作战系统。 但承诺要在高雄青达港势力专用造船厂的庆赋,预定的至今仍是一片空地。